字幕開始 字幕 李宗盛 啊好痛好痛 教練教練 我好想抽筋了 運動完後大腿出筋嗎 你 可能缺鈣 因為鈣離子的釋放 對肌肉收縮非常重要 当钙离子不足时 肌肉收缩放松机制可能会受到影响 容易导致我们抽筋合筋软咯 翻来覆去睡不着吗 咦 可能缺钙 钙是合成退黑激素重要的元素 可以帮助我们入睡提升睡眠品质 而且钙会影响神经传导及肌肉缩缩 可以使身体有效的放松 所以如果缺乏钙会容易睡不好的喔 好的好的 那我们明天见啰 谢谢 拜拜 啊 这有色气 好累喔 工作压力太大导致你烦躁不安 肩颈酸痛吗 当身体缺钙时会导致神经信号传递变成混乱和不稳定 进而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行为 所以啊 如果适时补充钙 可以帮助神经传递过程的顺畅 并且钙与我们肌肉收放有关 当体内钙不足的时候 肌肉张力会过高 容易引起我们肩颈疼痛不适喔 哇 听起来人体很容易缺钙耶 但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容易缺钙 真的 多数人啊 他都要等到渐渐发现自己骨松了 才会想说我缺钙 可是问题是这时候你想要补钙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日常就需要多吃高钙食物 或是额外补充钙的羊瓶喔 家伟啊 你知道骨质疏松对我们会有什么可怕的影响吗 比较容易跌倒或骨折吗 没错 你好聪明 其实啊身体的支撑力如果不够的时候会引发很多相关疾病问题 举例来说骨质疏松容易导致我们会骨折 尤其是宽骨骨折 宽部骨折严重起来可能会需要卧床 甚至会容易导致死亡喔 听起来很可怕耶 我好像听过新闻报道 台湾是骨折亡骨这是真的吗 其实啊台湾啊在骨质疏松的比例非常的高 根据调查65岁以上大概每7人就有一人有骨质疏松的情况喔 尤其是女性罹患比例又比男性更高 我们在停经之后啊 她罹患比例更高达25%喔 所以啊女性的骨质疏松风险是男生的2倍喔 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2019年的资料显示 台湾女性宽骨比例是亚洲排名前3名 发生率更是男性的3倍 当我们发生宽骨骨折情况有20%几率一年之内就会死亡 有80%的几率你是没有办法独立完成你生活的其他琐事 影响是非常非常可怕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喔 除了可怕的骨质疏松外当长期缺钙的情况下 会影响身体对于其他营养素的吸收与代谢 进而影响身体整体的免疫系统神经系统产生全面的负面影响喔 这样听起来呢钙质除了对于骨头健康很重要之外 就是也会影响到身体其他的就是运行耶 家伟啊那你知道自己钙质摄取是否充足吗 感觉大家都吃得很营养啊应该是足够的吧 不不不事实啊超乎你的想象 根据国民健康署的最新调查 矿物质以钙不足的状况为最严重喔 其次是美跟心 平均四岁以上国人每日钙质的摄取量其实都不够 以男性来说啊 平均钙质的摄取量只有达到40-60%而已 而女性就更糟糕了 其实只有35-55%喔 其实大部分的摄取量是未达足够摄取量的建议 每日的建议钙质的摄取量是多少呢 根据国人膳食营养素参考的摄取量 不同年龄层每日钙质的摄取量都不一样 例如10-12岁的话建议是一天要吃1000毫克的钙质 而13-18岁因为是一个很成长的关键嘛 希望增加到1200毫克以上 而19岁的话则建议1000毫克 天哪那该怎么办才能补足钙质呢 别担心别担心 其实只要做好关键三点 充足了钙质不是梦喔 关键一多吃富含钙质的食物像是牛奶 但如果像你一样啊不喜欢喝卤制品 其实可以选择豆浆啊豆腐 甚至小鱼干黑芝麻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喔 家伟啊你知道一杯牛奶里面含有多少毫克的钙质吗 知道耶500毫克吗 其实真的没有这么高 一杯240毫升的牛奶大概只有250毫克的钙质哦 可以提供我们人体一日约四分之一的钙质建议摄取量 原来如此那另外两个关键是什么呢 其实啊关键二就是适时的晒太阳以及补充维生素D哦 晒太阳可以促进身体合成维生素D 促进钙质的吸收 建议啊我们选择早上或下午阳光较弱的时候 每天大概晒15到30分钟就足够了 可是如果女生不是就很怕黑啊或是皮肤比较敏感的 你就可以选择补充维生素D含量高的产品哦 原来晒太阳可以补充维生素D啊 没错但也小心不要晒太久 尤其现在太阳很大会容易中暑哦 关键三进行主力训练或者是重量的训练 根据研究当我们进行主力训练的时候 可以帮助刺激骨骼中的细胞 进而促进钙质的吸收以及加强我们的新陈代谢 除此之外运动可以帮助提升我们整体骨密度 根据研究重量训练或主力训练 可以增加人体分泌特殊的激素来帮助强化骨质强度 来提升身体的控制力减少我们跌倒的风险哦 所以大家都要记得来Curse做肌肉训练哦 Edan你说的我知道 要多喝牛奶多晒太阳跟多运动 但是如果不敢喝牛奶或是怕晒黑的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考虑补充一些钙的营养品 像是钙粉或钙片 有耶我看到房间有很多钙的补充品 那要怎么挑选呢 第一建议选择天然来源钙质像是海藻钙啊牛奶钙等等 第二要选择钙煤比例3比1或2比1的产品 因为煤也可以帮助钙质的吸收哦 第三建议一次补充不要超过600毫克的唇钙哦 因为一次补充过多的钙质容易导致便秘或者是其他的副作用哦 家伟你在做什么啊 伊德你刚讲的这么恐怖 我当然要赶快补充钙质啊 想要拥有健康强壮的骨骼 补充充足的钙质可说是至关重要哦 不仅可以帮助预防骨质疏松骨折等等问题 还可以保持身体良好健康状况 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哦 记得多吃富含钙质的食物 补充钙质的营养补充品和增加运动量 让自己成为更强壮的自己 极客补盖客不容缓 我们下期再见